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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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板指数跌9点 中午收报2765点 看港股 半天升到89点上来 中午收报19852点 国企指数升52点 中午收报6752点 科治方面升32点 中午收报4225点 大市成交437亿多 又和大家看一些公司的消息 先看中石油 外电引述知情人士说 中石油在油价年初升到高位的时候 开始考虑将它的销售业务分拆上市 知情人士也有提到 中石油母公司 中石油集团 正是和一些外部顾问 就这件事进行商讨 相关的销售业务包括 成品油销售 和全国的加油站网络等等的子业务 这些业务年收入超过2万亿人民币 在这个分拆消息的情况之下 八五七半日升超过2% 中午收报3.46 最高上3.48 其他油股因为油价有反弹 看到海油也弹了一些 升大2% 半日收报9.79 另外今早早的焦点 除了一只雅居乐 折让配股 配了雅生活的股份 再有一些消息说到 有一些内房为了自己的财困 找出路 讲讲农湖集团 外电引述知情人士就说 农湖委任了中银、建行、东亚、招商永龙等等的银行 牵头安排35亿港元的银团贷款 其他参与银行有交银、民生银行、瑞瑞银行 农湖有回应 对上述的消息不与置评 之前也有报道 有讲到农湖会获得35亿港元的银团贷款 增强它的流动性 其实农湖除了银团贷款计划之外 也计划下周发行最多17亿人民币的票据 用来还债和回购股份 看看农湖的表现 半日升得大于百分之一 其他的内房股 中海外本身都升上20元以上 半日都搜不到20元 中海收到19.74元 升大于百分之一 2007碧桂圆升大于百分之2.5 除此之外 也可以留意禁风 禁风和Ion 即是广气的Ion 新能源汽车游行公司 近日签署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都同意 建立一个长期战略合作的关系 在新能源的动力电池上 最上游的材料 展开一些合作 不过772都没什么起息 继续在70元水平附近培回 今天中午10号71.75元 未跌下去 最低过70.55元这些水平 最后看看A股方面的消息 就是关于大陆的速递公司事件 很多间的速递公司公布了7月份的数据 快递业务的单票营收都录得一个正增长 当中新通快递的快递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六成 表现就是这么多间的快递公司里面最好的 而顺丰的物流收入就是增长大约1成3 增长幅度就是最少 海通的研究报告也有提到 疫情的影响逐渐没有那么大 速递行业加快去到复苏 7月份快递业务的量和比增长大约8% 就算是单票方面淡贵的价格也没有什么下跌 还有一个银性在 相信行业的格局可以持续改善 疫情过后以电商的件为主的通达系快递 中短期可以受益于行业的价格战放缓 全年有望获得较好的利润表现 今天看到大陆的速递公司的股价A股方面 都是有得赏的大家可以留意这些消息 这节跟大家跟进到这里先 今天散后回来我们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